美股走势评论2年5月15日 Todd Butterfield 维克夫SMI SPY大盘 上周四主要股像苹果微软先下跌了 有时这种价格行为是只走势下跌快要结束了 然后上周四五走势又回升 接下来几天我们会关注Tag的状态和走势见底的可能性 纳斯达克WWG指数大盘走势显示同样迹象 上周三美国联邦宣布后Tag指标给了一个卖出点 上周四五走势反弹了Tag读出47.98 价格行为走势可能会在小幅上升 建仓前我们想先看到一些弱势 美国在卷TLT我们目前对走势没有更新的看法并是空仓 黄金GDX大盘跟我们预测不同 走势在32美元并没有得到支撑并小幅下降了 我们对黄金持看涨态度我们在留意买入点 美元EUP大盘我们估计走势在不久会到顶 目前走势还在上涨 指数指标也没有给我们准确的信息 我们